复仇,天王山之战塔利斯卡爆发,恒大2比0上岗一雪前尺,八冠王即将重现,北京时间11月23日晚,中超第28轮焦点占广州恒大VS上海上岗在广州天河体育馆打响,此战乃是今年中超联赛最后一场重头戏,是决定今年冠军归属的天王山之战。 第90分钟,恒大利用上岗阵线前压,再度形成快攻,塔利斯卡摆脱时刻后进入禁区,被回防补卫的奥斯卡碰倒在地,但主裁判没有理会,恒大方面非常不满,最终视频裁判介入,考少一亲自回看后改判,给了恒大一粒点球,并向奥斯卡出示黄牌,最终捕食6分钟到点,裁判准时吹响中场哨声,恒大凭借塔利斯卡的重新爆发,成功复仇上海上岗。 再次以两分优势领跑中超排行榜,在联赛还剩两轮的情况下,恒大只要不浪,基本可以把第八个冠军拿下,这将成功追凭大连万达创造的中国顶级联赛八冠王的记录。